招政新CEO撐民企不會再亂來 去年中開始 在香港上市的民企 風雨多不得止 會跌到攤攤腰 但招政的新CEO說 這場調整過後 這樣出來的民企不會太亂來 質素和管治要求會更嚴謹 其實在一段短的時間 我來了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已經儲了十幾個IQO的業務 和收徒業務 部分和港交所提A1上市申請 招政就希望擔任聯席入帳行 或者協調人的角色 那個行業的品種其實都幾多 不是集中某樣東西 而且今次出來 這一輪出來的公司 多數都是比較現實的 今次想上市的民企 目標都想集資一億美金以上 集資小就忍不出些憤怒 大型一點的企業 又多條件限制 中型集一點就最具靈活性 而且阿爺一向支持企業向外發展 但是 過去國內機構走出去 不是太耳中中資銀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中資銀行在海外的網絡是不夠的 所以招政匯聯和歐美的中小型投行 以業務聯盟方式合作 配合民企的跨市場服務需要 一定要有用 或者是一個很高興地的 那一種問 那一種旅行 任何��公司 我們下一個台灣的 他不會做出一個 哪井裡